大家好我是董振冬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网路赚钱的最快方式 如果我跟你说啊 我要跟你分享在网路上啊保证可以赚到钱 而且是网路赚钱最快的秘诀 只要你照着我的方法做保证你一定会成功 绝对是最轻松最简单的网路致富方式 那你会相信吗 我相信啊如果你在接触网路行销这个领域 有一段时间或者是说你去观察的话 你常常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言论 但是其实真的有网路赚钱最快的方式吗 如果一有那就是第一次把事情就做对 那这个我们稍后再谈 但是这边呢我要先破除一个迷思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方法 那每个人老早就赚到钱了 那那个人老早就文明天下了 所以事实上呢是有正确的方式 但也许没有最快的方式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我网路赚钱啊 我简单只分为四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有品而且又快的方法 换句话说这就是你有品格 你做对的事情 而且你做得很聪明 这个呢就是我试着在这些课程里头呢 试着教你的方法 第二个呢是没有品 但是又很快的方法 如果是在外头就是抢银行啊 如果是在网路上呢 也许呢就是呢 呃打一些假的广告啊 然后号称说啊 这是最好的最棒的 然后去削一削一笔 然后就绕跑 比如说他卖的东西 他根本就没有货品 然后钱收到就绕跑 那第三种呢是有品 但是很慢的方法 这事实上呢是大部分的方法 就是很努力的在网路上贴广告啊 经营自己的部落格啊 然后试着看能不能拉到广告啊 然后还是什么的 最后一种呢 是没有品又慢的方法 个人认为呢 现在呃打一些垃圾信件的 呃算是这种方法之一 据来讲 例如说滥发垃圾信件 啊又没有人 又没有人在看 那如果在 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就是 就是说呃 那么接过 就是说呃 打电话给你 然后卖你保险 或者是 要你去补习 而事实上你根本没有授权他 你也根本不知道 你的电话码 为什么会泄露给他们 事实上这是没有品的方法 而且事实上也是比较慢的方法 所以呢 基本上什么叫错误的方式 网路赚钱错误的方式 就是没有品的方式 就这么简单的 所以呢 我在这边建议你 不管怎样 你在网路上要赚钱 绝对不要游走法律边缘 或者是直接就做一些 违反法律的事情 就是说去盗用别人的版权 等等的 但是啊 正确的方式是有的 而且是存在的 绝对的 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在网路上赚钱 特别是在国外的市场 但是呢 正确的方法 有分快或慢 快跟慢的差别啊 差别在很多地方 包含你个人的心态 还有个人的特质 还有个人的技术上的背景 还有个人的人脉 还有你是否在网路上经营的时间场馆或熟悉程度 但是正确的方法是有流程的 是存在的 真正的差别呢 是个人在使用这些方法上面的聪明程度 所以 我相信 呃 你在这段日子以来 你如果去观察一些网路行销的做法 你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其实都行得通 例如说在部落格赚到钱 行得通啊 或者是推荐别人的产品 也有人赚到钱啊 或者是自己卖自己的产品 也有人赚到钱 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 差别就是 你在使用上 你是不是够聪明 或者是说 有一些独特的做法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 我们会在这系列的课程中 慢慢的与你分享 但是呢 在这边呢 我只是先提醒你 不要再去相信 什么最快什么的 事实上台湾的市场 比国外的市场还要难做太多了 因为我们台湾啊 在网路行销、网路创业啊 才刚开始起步 所以呢 像我这样子的人呢 愿意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讯息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就是希望让你更坏的 更有品格的 能够在网路上赚到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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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